今天AT开创第一只精选港股是中国中铁390 中国中铁是多功能综合型建筑集团 提供全套建设相关服务 包括基建建设、签策设计和咨询服务 还有工程设备和零件制造 同时拓展到房地产和矿产资源的开发等业务 卖点可以留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基建属于稳经济的重心 政治局会议4月底指出 要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整力度 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 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强化土地、用能、还平等保障 全面加强基建 第二是布局水利水电市场 2022年水利部全年新开的重大水利工程目标是30项 完成水利建设投资8000亿元 未来发展空间扩阔水利水电工程 将有望成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 第三是股息率吸引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中铁2022年和2023年预测股息率分别是5.3厘和5.8厘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4.8厘买入 目标价格5.5厘 如果跌至4.4厘就应该自舍了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华润啤酒291 华润啤酒是华润集团旗下主要从事生产销售和分销啤酒产品业务的上市公司 虽然第一季受到疫情的冲击,但管理层预期销量只会轻微下降 虽然认为主要归功于润啤高端产品组合的销量增长 组合当中,起历2022年的销售增长预计和去年相弱 摩根士丹尼预计,润啤酒的高端或以上的啤酒 将会通过有效的渠道执行和营销策略继续获得市场份额 买卖策略上,投资者可以订买入价在$55 目标价值在$65,只蚀价值在$49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另类职场平台Fiver 股票代号是FVRR 近年,职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Slasher 另类职场平台Fiver称得上是专为自由工作者和Slasher而设计 由求职者主动出击,在平台上展现专场赚取收入 Fiver是以色列的初创企业,2010年成立 公司定位服务即是 公司的定位是服务职产品Service as a Product 平台给自由工作者去买家推介服务或代为完成工作 并且自行定价 Fiver出现之前,市场已经有类似概念的平台 例如Task Rabbit 为客户介绍自由工作者处理家居习务或执行小型工程 而Fiver最初是主供电路服务 收费由5美元起标,亦是公司名称的由来 至于Fiver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是向GIG买家收取5%或最低2美元的服务费 而每项GIG完成之后 就会向提供GIG的自由工作者收取20%的佣金 Fiver股价由招卦330美元回落至今时今日不够40美元 只是一年多的时间 期间投资市场的风险慰纳急速转弱 是绝大部分初创企业估值由天价下聚的主因 就基本因素来说 Fiver仍然在正确轨道上推进 未来增长只是因为外在不利因素暂时放慢 市场规模仍然是庞大 主要劳动人口将会由Z世代接行 即场供求转向更互动 根据弹性将会是大势所趋 Fiver重现吸引力只是时间的问题 长线吸纳时机相信已经出现 Fiver目前的市销率 即PS大概是4倍 假如小销率跌至3倍以下 就可以考虑分住收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